這個時候 雖然紅胎時間剛剛過了 這個蒼虹現在已經剛剛過 但是當然有的是悲劇 那家庭有的被衝破 那在30多年前 平地人所謂的 像你們說台灣人 還是虎路人 說萬安故的人 我是台灣人 以前是上帝人 那以前30多年前都是 緩拉緩拉 你再講 那時候不得了 壞人 我不敢說你們是壞人 阿米是 他們叫平地人說 派人 白人 那 外國都是可以學習 那我們那時候 到我到了準岳父母的家裡 我是表力 我的太太是 她是三雷 三十幾年到四十年前 能夠讓平地跟高沙族談戀愛 算不算第一招 沒有啦 你們可能第一次聽到啦 不是第一招啦 可能還有比我更早的都有啦 不過我這個戀愛是算轟轟烈烈 因為我這個女朋友呢 為了我 她騎摩托車 還好她在虎尾女中 是已經訓練 塞雷到後背 騎 騎 不是 騎那個騎 騎摩托車 本來是 她 她是因為被我 被她媽媽這樣打了一頓 那個是二十幾歲的人 不是十幾歲 然後很厲害 所以我在想說 奇怪你們平地人 你們平地人 所以那時候就 哇 也是蠻擔心 不過我爸爸說 不要 不要勉強啦 平地人那麼有錢 我們在山頂是寒急啊 都是吃這個地瓜 長大的 所以去的時候 還好 這個女朋友 蠻有毅力 她本來往北逃跑 她用這個 腳踏車 她往南部跑 然後跑到胡圍 派出所 把車子放在那邊 然後坐車 坐車到台中 我爺爺 在那裡住了一個月 我都不知道 那時候我讀神學院 在陽明山那個台灣神學院 那時候我們學弟妹的關係 所以才認識 那我要講的是 那我要講的是 重點是亂愛啦 重點是北對的觀念 跟我們高三族 氣死的觀念 真正困難感 我哪是太史人 最最出草 我們還沒有出草呢 但是這些都是過去的歷史 誰造成的 我們也不清楚 但是因為那種的教育觀念 是仍然在中華民國的教育體制下 所以那個觀念 北對人 要讓自己的女兒 寄到原住民還是高三族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說好 我們就分開 但是他最後還是 跑到神學院找我 我女朋友的 我現在的院母啊 跑到神學院的跟院長的時候 這個以前我的名字是李福傳 我現在是 什麼雅夏 但是不要用台語 給我講的 對 你們是雅夏 下得 但是我 台語 雅夏 是 那個 釘啊 你知道嗎 那個釘啊 很痛啊 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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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沒有信,我又不是中國人,又不是閩南人,又不是學家人 沒有說學法啊,沒有兄弟啊 所以像這樣的事情,一定要用自己的話 像阿密斯,阿密斯講的,要用自己的阿密斯的話 泰魯閣講自己泰魯閣,我們泰魯閣就是亞布 所以總之我要談的是觀念,觀念 三十幾年四十年的觀念 實際上那個觀念要改,真的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後來我們結婚了或一年了,生一個好生 我,我,我,丈母娘怎麼講 啊,女孩也可愛啊,也可愛 欸,打架三個噴,那是真可愛啊 紅豆就打架三個 所以,不管怎麼樣,一個人的觀念要改,很困難 千秋,國民黨,共發民國,在台灣七十年久 流亡到台灣七十年 這個七十年,馬上改,這個觀念 這個觀念,的確不容易 蛤?你去台灣民政府,詐騙集團 你也去啊,你也去啊 喔齁,讓人騙了 到底台灣民政府騙你們什麼啦 有騙什麼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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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是自己感官 是自己自願 這條路 這條路是真正的確 真正的路 對嗎 對嗎 在中華民國體制下的民進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就是中華民國 對不對 秘書長講得很清楚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簡稱就是中國 所以,夏英州的他們的老將軍 這個流亡政府的老將軍說 共軍,國軍,也是一樣 你看,都是中國軍 所以,2010年6月29號 英國法,簽的時 本來就是兩個中國嘛 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樣簽署起的英國法 也是英國,英國,英國 因為他們已經撈了 XXXX 那個義是你們講XX,對不對 那,幾義,幾義不是不夠 也不夠 也不夠 在中華民國,永遠不夠 所以XXXX,太魯閣主的話 是XXXX,也不一樣 所以今天,我們的觀念就是 要如何改,要如何改 這是第一個,我們高級班 對我來講 重新來思考的一件 定心輸扣 如果不夠改 如果不夠改 是,別人 你的親家朋友 啊,台灣政府 不是去年還是去年 奇怪,你們說是去年 這場 你們可以推翻中華民國嗎 這個大食指 你們可以推翻嗎 你們可以 你小小 這個一匹人 這樣照的一匹人 你可以打倒中華民國嗎 你們的親家朋友 有這樣說嗎 有嗎 這都是他們的觀念 那個觀念是死的觀念 但是 從我們基督教的神學來講 你只要有正確的事情 錯誤的觀念 一定會改變 正確的事情 產生以後 可以改變錯誤的觀念 這樣可以條件嗎 可以條件嗎 可以條件嗎 民國是 真的 留王的政權 這樣好嗎 好 這樣有同意嗎 有 有贊成嗎 有 當然贊成 不然的話 你參加高級班幹嘛 就對了 就是這樣 很簡單的事情 因為中華民國 我用 今天 用風台 的本質 特質 來做中華民國的譬如 那我們看看 還沒有進入正題以前呢 你已經進入高級班的訓練 高級班 就是從你初級班 慢慢認識 有的 當時 竟然在用那個 忙碌在那裡 食材 台灣民政府 有的是用你的親家朋友 或是你出秘的 那個 台灣民政府的 軍辦公室 或者是辦公室 或是你的朋友 介紹給你的 好 不管怎麼樣 你就知道說 咦 啊你試試看 民進黨 不可以 是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 因為它是中華民國 裡面 體制下的民進黨 所以秘書長 我們常常聽到 民進黨就是 中華民國的民進黨 所以你怎麼去改變 因為 阿伯你們早的阿伯嘛 現在 孝君很可能 鼻哀啊 我們做牧師也是一樣 幾年前 我們 參與阿伯的第一次人 總統選舉的時候 他要聽教會師班 教會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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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錯 聽 然後 我們 高山祖的牧師也是 在他跳舞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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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動山 這樣好不好 好啊 來三個阿伯 這樣好不好 好啊 哇 好啊 噢 甘動家 老白菜 好 但是 這樣 人人了好 有人就問 陳水扁說 阿伯啊 你不是要改國號嗎 把中華民國改台灣啊 那 我們中華民國的憲法 既然沒有台灣 中華民國憲法是 他們中國的 應該改造我們台灣的憲法 阿伯以前還是選古的事 這樣好啊 來改造台灣 這樣好嗎 好啊 選了之後 有人說 你是 你是怎麼不能做 阿伯怎麼說 你看看 他就任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總統 誓約的事 就任的事 他說什麼 他就任中華民國總統 我是第幾任中華民國的總統當選人 我現在就任總統 就職說 我要效忠中華民國 我 我要效忠中華民國憲法 很清楚的 好中 中華民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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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把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能夠實現在 所有的中華民國國民 他也不說 台灣人民 他也不說 他是說 中華民國國民 所以 初級版的是 我們的秘書頂上上問 我們 你是不是台灣人 是 你有什麼政策 喔 這樣 政策 什麼政策 我身份證 看身份證 是不是台灣人 中華民國 喔 這個 中華民國 是 依法 依中華民國的 條例 來做這個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那 阿扁 最後 他說 我不行 就是不行 我好像一句 這樣 比較標準 說台語 說你的話 我前面幾句 不標準 只有一句 我很相信 講得比較標準 阿扁說 我不行 就是不行 奇怪 怎麼不行 一百空四條 裡面 等阿扁 你違背 誓約者 一百零四條 在等著阿扁 你違背誓約 四樓一條 一百零四條 一百零四條 裡面有說 違背誓約 四樓一條 所以阿扁說 我不行 這是不行 就是不行 這樣了解嗎 了解嗎 了解 就是這樣啦 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今天 不是 本來是 不能做 但是 那個觀念 是 應該 陰陰陰陰 中華民國 有人 中華民國的人 中華民國的人 就是 台灣是他們的 所以 台灣是 中華民國 騙笑了 騙人 真的是騙人 真的是騙人 所以 這一些 我們 你們阿扁參與 台灣民政府的時 你們了解嗎 了解嗎 了解嗎 我也沒有了解 當我們參與台灣民政府的時 當我們進入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才知道事實的真相 所以 過去 這個 錯誤的觀念 可以 對 我們 台灣民政府 開始 來調整 我們 自己的觀念 調整 這樣好嗎 這就是 錯誤的觀念 可以 讓這個 真正 我們台灣歷史的真相 可以改變 以前 中華民國的觀念 所以 事實的 可以改變 錯誤的觀念 當然 今天 我們倆故 這就是 為什麼 一步一腳印 然後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認識 我們台灣民政府 是這種台灣民政府很簡單 是因為我們 我們的秘書店 轉台灣 我也敢講是轉世界 美國 美國 紐西蘭 加拿大 有沒有台灣人台橋 不是華僑喔 台灣人 住在美國 住在國外的人 都是台橋 有人 有沒有像 我們秘書長 我們 幹 乾淨 俐落 找出台灣民政府存在的意義 幹 乾淨 俐落 控告美國 幹 淨 俐落 控告 這個希望 這個希望 這個台灣的願 就是在 你 我 大家的手中來 這樣好嗎 這樣好嗎 好 不是只有高級班的 要繼續訓練 繼續參加 參加五官 又參加專訓 我是 我現在 台中的副知識 我們也參加了很多次的專訓 我也要繼續學習 學習 練習 訓練 為了我們的觀念 真的 騎債 我最喜歡你們台語 騎債 騎好債 騎好債 騎好債是人 跟人說的 那真正的是 這個騎好債是因為人對你講的 你要堅持 那就是堅持 但是名詞 真的騎 騎債 都可以 你們了解就好 這樣好嗎 所以 欸 台灣的學生 哇 真夭壽 欸 我本來不會 什麼是夭壽 我知道夭壽是不好的 但是夭壽 夭壽 這樣不一樣喔 夭壽 巧 你們參與 我們台灣民政 是夭壽 巧 這樣高了自己 所以今天是 我們看見 我們看見 我們的秘書長 控告美國 秘書長是牽動 來救赤美國 又牽動日本 欸 全台灣有人嗎 法學博士 兩三百個都是法學博士 有沒有像秘書長 行動力 實踐力 魄力 非常的堅持 毅力非常強 真的找不出 我們的秘書長 所以 我們也 參與 幫助他 不要讓他自己一個人 單挑 台灣的十字架 台灣的十字架 不要讓秘書長自己單挑 我們一起 合作一下 來幫助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所以參加高級班 還繼續參與 全選 所以 控告 也是 不是可以找就好啊 秘書長怎麼說 只要用別 不必革命流血 不要革命流血 用革命 先行者用比 用法律 用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商和平條約 萬國公法 整個的 世界人權法 這些都是 秘書長用的 一清二楚 所以 控告美國 本來 第一次是 2006年 各位 你們知道 十月第一次的 控告 十月里是 那控告 美國就是 本來說 啊 國務院說這個是 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 這是 政治問題 這是政治問題 法院說 不是政治問題 事實存在的問題 所以要 繼續 打便 這樣 辯論 十幾次 最后 美國國務院 有沒有投降 有沒有投降 他用 放棄 抗辯權 大家怎麼說 放棄 抗辯權 喔 這樣 夭壽 放棄 抗辯權 一個 國務院 一個 林志森 博士 我們的秘書長 一個人 讓 美國 國務院 震撼了 美國 國家 而且是 國務院 不是 中華民國的 監察院 不一樣 不一樣 中華民國的 歡迎是 他們家 他們家 的事情 但是 美國是 三權分立 法院怎麼判 乖乖 要順探 法院的 破管 所以 最後 國務院就 放棄 抗辯權 義術就是 我投降了 真正的 台灣的真相 還是被林志森 一棒人 這我們 在座的 所有 228個人 實際上是 真正的是 秘書長 他只不過是 把這個功勞呢 也分享給我們 台灣人 所以加上 228個人 真正的是 我個人講 只有 秘書長 是讓 他把這個 功勞 分享給 人的 本土 the people of 台灣 是真正的 真正的 本土 台灣人 你知道嗎 the people of 台灣 quite different not the same the people own 台灣 不一樣 所以 the people 台灣 就像秘書長 所講 住 國賓 飯店 的人 是不是 他們的 國賓 飯店 沒有啊 住在國賓飯店 是不是 國賓飯店 是屬於他們的 人家 只有路過 住幾個晚上而已 怎麼會變成是所有權 是他的 台灣 美國就是這樣啦 來到台灣 都沒有到台灣 真正是旅客而已啦 我們是奔透台灣是 比較客氣 而且 高山走更客氣 打架 是更客氣 因為我們是幾千年已經在台灣 但是 我們不要 我們大家一起分享 分享 台灣是 隆重 參與 台灣民政府 有那個美國 核准的 台灣政府的 身份證 這樣才有權 真正奔透 台灣人 如果沒有 更快 成千 我們的身份證 這樣跟你的 親家朋友 來鼓勵一下 所以今天 我們參與 這個 很大的歷史 也是 很大的工程 是最大的工程 也是非常艱辛 實際上 也沒有那麼大的艱辛呢 只要我們邀請人 台灣人參與 行程 成分證 然後參與 訓練 我們的時間不多呢 七八月的時間 可能 只有剩下 也說不定 只剩下 這個兩個月 因為已經預備 那現在我們需要的 就是 讓我們大家參與 如何去接 這個執政的權利 那所以 要繼續訓練 所以今天 我們參與 也是生命的參與 你不用生命參與 你不用說 啊 我去看看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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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有幾個 少年人很喜歡 到 到處去玩 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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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才華 用你今天的能力 在你 我們還活著的時候 盡力 為台灣百姓設想 今天就是台灣 民政府的存在 所以你們的參與 我們的參與 是大家 巨大的一個光榮 我們也要自信心 除了我們參加這樣 陣容的時候 我們也需要 繼續 也是要清楚 過去七十年 流亡中華民國 雖然有 不聽過 他們的不善 他們的一些的 錯誤 或是敗壞 那我喜歡用 紅胎的本質 特色 來形容這個 中華民國的特色 好 我們看看 今天 為什麼中華民國 違反了萬國公法 人權法 我看一下那個 紅胎有沒有看到 小菜 下面嗎 這個是 蒼紅颱風 這是 我從那個 維基尼 來 破過來 來引用 那紅胎的本質 我們看看 紅胎是專門破壞 那我們生命的財產 也被它破壞 而且 怕怕 有的是被 你看 你看 有的被風這樣吹倒 吹倒 吹倒 人也站不住 很怕 然後壓榨 然後整個動盪 那土石流 戴奧辛 也會 也會獨留 那些紅胎的地方 然後 它不會按著路線 它喜歡去哪裡 就去哪裡 就紅胎啊 無孔不入 然後有時候 新聞媒體 我們才發現 說紅胎 奇怪 我在小的時候 紅胎來的時候 我們沒有藏在棉被 沒有完水 下去河邊拿魚 抓魚 抓魚 剛好那時候 我們才有魚 還有魚才可以吃啊 還有那個鰻鰻啊 因為那個蟲 紅胎一些都跑到旁邊嘛 我一直撈一直撈 當然也知道說 巨大的颱風 當然就不能下去 就是 之前和之後 我們就下去 哇 蠻高興的 但是現在吃 平地人的魚 就不一樣了 因為 那些有什麼劇啊 塑化劇啊 那個魚也會 眼睛不一樣 像我們幾個 我們的姐妹 我想我們男人也會看 都不能吃 吃素啊 吃素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我們高砂族 不容易吃素 因為山 因為山豬在我們那邊啊 山豬非俗 都跑到我們原地啊 還是照吃不悟啊 我們真的很強耶 但是一定會吃 這也是觀念 但是你不能不吃耶 素 有時候要吃 一些肉 真的耶 我聽說 當然這個是 不能跟你們搶辯的 因為你們 你們的習慣 就像你們不能跟我們高砂族搶辯耶 因為 山豬已經下來了 吃 也不吃不行 炒的時候 你胖耶 好啦 那這個 這個不要講了 抱歉 抱歉 好 這些呢 就是在流亡中華民國 看的一清二楚 對嗎 在這個七十年當中 完全破壞 扭曲了我們台灣歷史的真相 然後損失生命 二八事件 恐怖 擺設恐怖 美麗島事件 整個都發生在台灣 你看他們現在 現在新聞媒體啊 現在中華民國說 哇 抗日七十週年 老兵啊 哇 日本人怎麼殘害 騙消 那是日本跟中國的事情 不是 跟我們台灣無關 對嗎 那時候日本時代在我們這邊啊 是美國這個巨大的敵人 美國轟炸台灣了 不是中國了 所以這些歷史真相 都被他們扭曲啊 太平洋戰爭 應該是太平洋戰爭 結果他們改為 改為中國戰區 本來光復節 不是光復節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有沒有看過那個影片 一中政策 那邊寫得很清楚 本來就沒有光復節 你怎麼會光復台灣 那個是日本的 日本跟中國 你中華民國 你怎麼會光復 騙笑啊 不會說啊 因為 執政是他們啊 壓迫是他們啊 殖民教 殖民 給我們殖民 整個社會動盪 都是他們啊 我們等一下會看出一些內容 好 實際上萬國功法非常特殊 拉丁文的那個 Nature Nature 英文是本質嘛 那原來是自然 那也可以翻譯到本質 那拉丁文這個Nature 本質 它原生前面是上帝 所以萬國功法的來源 就是上帝的法 因為 什麼事情 因為在歐美來講是 他們沒有中國人的那種 民間宗教的信仰 所以他們都 歐美都是以上帝為主 不管是天主教 任何的教 他們以上帝為主 所以整個的 萬國功法的來源 也是上帝 所以也是算自然法 像台灣 日本時代 1940年的時候 也是一樣 把我們台灣可以改名為 當然是1937年是華民化 所以讓郝伯春講說 你也是華民啊 你也是華民 他們也不知道華民的 意義在哪裡 那華民的意思 那華民的意思 實際上 郝伯春講他內心的話 我們當時的台灣人民 本來就是 日本天皇的成民 叫做華民 很簡單啊 然後 在1946年1月12號的時候 違反戰爭國際法 把我們日本國際的台灣人 把我們日本國際的台灣人 全部集體化 強迫 強迫我們規劃 中華民國國民國際 所以這個就是1946年1月12號的時候 所以在1945年10月25日的時候 我們已經光復了 都是這樣騙笑 好 我們看看 我們秘書長用控告美國 控告用依法 來去控告 特別在救濟商和平條約 1952年4月28號 生效的這個救濟商和平條約呢 他當中27條裡面 有五條是對我們台灣有關係的 我們重新看一下 什麼樣的關係 第二條 日本放棄台灣 澎湖所有的群島 一切的權利 您知道那個放棄 大家怎麼說 放棄 有的人說放棄 放棄 好 放棄台灣 但是我們秘書長講的一清二楚 這個放棄 你看 all right all title all claim 按照英文all是多數嘛 所以後面的名詞應該要加s嘛 但是 all right all titles all claims 但是後面都沒有s 因為只有放棄主權 但是沒有放棄義務 權利 所以你有權利 有主權了 你必須也要有義務去幫助 但是這個義務都在日本天皇的權利 所以這個日本呢 不是日本天皇放棄所有權 這個是日本政府放棄他們的管轄權 所以就沒有加s 那假如有加s 然後再加上sovereignty 主權 這個領土的主權 那完全的放棄 那美國也很厲害 麥克阿瑟將軍 然後杜盧門他們寫這一條 舊心商和平條約的時候 故意 要他們放棄而已 沒有第三個國家 受受過 所以他放棄了 那還有機會 因為權利 土地權 所有的權 這個權利 土地權 所有的權 所有管 請求我們有所有管 所有的所有管 這些所有管 都是在日本天空 這日本是 只要日本政府那些 這個日本政府是 日本天皇委託 日本天皇委託 說日本人民所組織的政府 這就叫做日本政府 所以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 不一樣 這是二元字 請求英國 英國 紐西蘭 英國 澳大利亞 英國 奧地利 那些那個都是二元字 女王 軍王時代的二元字 那一樣日本就是二元字 所以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所有日本的土地 國土 只有日本天皇 才有所有權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清楚 我想初級班 秘書長也講的一清二楚 我們只是複習複習 好 這個是放棄喔 但是這有管轄 管理 所以這些還有第四條 日本所有的土地人民財產 最終誰誰在處分 美國處分 所以他處分台灣 他有權利 不是中華民國處分 台灣說中華民國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沒有那種權利 沒有那種的權利 只有美國才有 這個就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48個國家所簽訂的 而且中國 蔣介石 中華人民 共和國還有中華民國 他們都沒有參與 因為當時有四個中國的四個政府 到底什麼人要代表中國 都沒有 所以他們不會沒有邀請這個中國 所以當然他也沒有權利 來處分台灣 清楚嗎 有清楚嗎 有清楚嗎 有 所以中華民國沒有管理 處理我們來台灣 問題我們台灣那樣 傭啊 愛錢啊 愛選舉啊 選舉到什麼程度 我們高山中 大家三個 選舉到什麼程度 你們知道嗎 我們的那個有幾個 只要大選舉到的時候 我們的村長啊 傳定啊 在那邊廣播 喔 各位同胞 中文又不標準 乾脆講我們原住民的話 高山族的話 還要講中文 多多別高同胞們 你們晚上的時候 怎麼會變成中國人呢 晚上的時候 正門 可以 可以 不關 也可以關 但是後門 不能關 意思是 假門 可以開 但是後面門 不可以開 不可以開 什麼 是怎樣 對 不是像上級 第二天 水溝啊 都是 豬毛 原來已經殺過豬了 已經殺過豬 很多部落都是殺過豬了 所以 原來就是 這就是選舉 所以 高山族說 啊 什麼生活都不好 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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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路都坑坑洞洞洞 都不好 摩托車也會跌倒 當然會跌倒 會滑滑的 但是 只好 只好 腳好 那個路馬上鋪好 這就是 中華民國 這樣 台灣民政府 有這樣嗎 後面有這樣嗎 沒有 就是你喔 要看你喔 不然以後要變形了 好 二十三條 很確認的 美國 就是 我們台灣的主要 佔領全國 所以中華民國 他說 佔領國嗎 他是次要 只不過是 受託關係 委託關係 代理關係 所以主管 不是中華民國 主管是 老大在美國手中 所以二十三條 就寫得清清楚楚 二十一條 規定中國戰後呢 應有的好處 但台灣澎湖 沒有包含在內 你看 這個在 舊金山和平條約 一些中華民國 得到的利益啦 什麼 都 都有好處 那連那個 他們所賠償的都有 但是 台灣澎湖 是 臺灣澎湖 二十六條 這個很特殊的 日本可以單獨 與其他國家 簽訂條約 但主張不得超過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內容 我做分析更深入一點 更深入 二十六條 日本可以單獨 現在 台灣民政府 準備要執政 掛出 台灣民國 掛出台灣 到金門媽祖 後來是我們的執政 我們的時代 所以 那時候 我們 台灣民政府 後來 成大 成熟以後呢 就變成台灣政府 但是還是在 美軍政府之下的 台灣政府 不像叛徒的那個 台灣政府 不一樣喔 以前那些叛徒的那個不一樣 他們是美國台灣政府喔 所以有人說 奇怪 你們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 是怎樣 隨便亂來 什麼跑到省政府那邊 我沒講喔 他們那個是 前年的 四月的叛徒的 台灣政府 他們是美國台灣政府 那今天我們台灣民政府 是在 美軍政府之下 的台灣民政府 然後我們成熟 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可以長理自己的政府的時候 會變成 台灣政府 但是還是在 台灣美軍政府之下 意思說 不能獨立啦 今天 現在很多人說 啊 我們是 可以獨立 因為我們有主管 聯合國有一條 有一條說 人民可以自決 所以台灣喜歡台灣獨立的人 都是用這一條說 啊 既然 中華民國 可以打倒 用選擇 來打倒 中華民國 說 讓大家 連早上的 蔡玉珍啦 還有歐 歐副校長 也在我們早上 在上課的時候 都在談這個 明年的 1月16號選舉的事情 結果我們馬上回答說 美尼沒有選舉啦 嚇一跳 結果 結果 蔡玉珍也知道說 我知道 我也被民政府 兇陶說 我也知道 沒有明年的選舉 但是因為現在的 新聞媒體都在 炒熱嘛 對不對 什麼阿豬阿屌啦 什麼 小蔡小鷹啦 什麼都來了 然後還有 宋楚瑜都來了 都來了 然後 他們都在討論這些選舉 但是 直到 只要我們執政以後 讓台灣民政府 這件事情後 可以 獨立 跟日本 我們秘書長說 我們有可能 用邦聯聯邦 我們沒有辦法獨立 我們只是 可以跟日本 邦聯聯邦 這是我們 可能 也是 最好的目標 所以我們就不能 台灣獨立 這樣清楚嗎 有的人說 我們可以靠獨立啊 喔可以 獨立的危險性說 好阿 只要美國不在台灣 只要美國不在台灣 台灣獨立 對岸的中國 隨時 他高興 他來就來 有的人說 他們 講 講開玩笑 都是 大家 十三億把尿 拉尿到台灣海峽 就可以淹死 淹死 不曉得 這個開玩笑的 那麼厲害 但是 像他們 一下子 你們知道貨貌 福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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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貌 那個福貌 他們說 只要 中國人有六百萬 的投資 他就可以帶三個人 四個人的親戚 來到台灣 跟他們一起工作 六百萬 的投資喔 然後 在四年以後 就可以拿到 中華民國 身份證 那這樣就可以選舉了 六百萬 對中國的政府 修誇事情 然後六百萬 他們也在 我們上一次 算起來 好 六百萬 假如是六千萬呢 六百 對不起 六百萬 用三個人好了 好 六百萬 六千萬 三十個人 對不對 六億幾個人 三百 六十億 三千 六百億 三萬 六千億 對 然後 再增加的時候 你看 在四年到十年當中 就至少三十萬 所以他們也算 假如說一個地區 有十八個人 他們也上一次也算過 最少也有一百二十萬 在十年當中 中國人就可以進來到台灣 十年當中 一百二十萬 有國民身份證 這樣選舉的 都是他們的 這個是真的是要求 不可以說要求聰明喔 哈哈 夭壽 你知道西中嗎 西中西藏 六百萬 他們用三百萬 遷移 中國人遷移 把這個三百萬人口遷移到 中國南部 因為 五大 可以吃 和交通 方便 那西藏都是騎馬的嘛 所以他們都很喜歡 好 三百萬就下來了 然後中國人 十三億到十五億的人口 三百萬算不了什麼 把這個中國人三百萬 他到西中 三百萬 所以變成還是六百萬 那三百萬是中國人 那中國人娶西藏小姐 生下來是不是西藏人 中國人 中國人 你看 到最後他們會不會獨立 不會啦 不會啦 所以一樣 用西式 用服貿 貨貿 來侵蝕 爛臺灣人 所以 這樣恐怖嗎 噢 搞財有臺灣民政府 對嗎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什麼有 我說這個西式 一百二十萬的中國人 進到臺灣 那是我們臺灣民政府 之前有機會嗎 有機會嗎 有機會嗎 當然沒有機會啊 這樣好嗎 好 好 這樣休息十分鐘